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议题啊 这个以后的议题啊 也会这个受到影响 美国贸易代表署和农业部透过AIT发表措辞强烈的共同声明 除了忧心失望 还强调台湾收法设下新障碍 是单边废止台美双边协议 不只冲击台湾在国际贸易的信用声誉 对台美关系影响很大 总统码1930号上午也在府内召开紧急会议 只是分两阶段派员赴美 要向美国解释清楚 希望降低冲击 行政部门将于近期内 组团向美方进行说明沟通 并在立法院休会后 邀请立法委员 学者专家 民间团体代表 消费者代表等 组团赴美考察美国牛肉相关议题 前驻美副代表 曾经参与台美实际谈谈的学者黄伟峰分析 国会防渡美牛 若不到白纸黑字的修法层级 美国可能还能接受 走上明文修法 等于撕毁台美合约 再军购高层护访 甚至是马总统即将出访过境美国 恐怕都会受到冲击 而受影响的程度 恐怕不是政府派员赴美解释就能解决 还是必须要有政治上的 这种政治责任的承担 也是对美国的一种表示 就是说台湾的民意既然是如此的话 我们如果在处理上有舒适的话 我们政治我们有人负起政治的责任 这对美国是一个很强烈的意思表示 我相信比去派团去游说更有效 而长期研究台湾金棒谈判的学者认为 虽然台美之间还存在台湾要争取的提法议题 可能得面对美国的压力 让其他议题触交 台湾应该转变谈判筹码 先促成两岸ECFA签署 创造两岸紧密关系 也才能重建对美的谈判空间 如果没有ECFA出来的话 我们就没有筹码 现在关键仍然是在对大陆的关系上 我觉得否则的话 光是以这个事件对谈的话 我们居于不利的地位 而且美国会非常坚持的对我们 过去国内有共识 认为美国是台湾最强的外交伙伴 如今面对美牛修法冲击台美关系 政府如何重拾威信 为台美互信不破网 是马政府上任以来最大的外交难题 第二小朋友组台北报道 为了能够让劳工过个好年 劳委会表示 要拿出200亿开办劳工纾困贷款 从明年的1月4号起开始申请 最高可以贷10万元 而另外劳保年金开办即将满一周年 根据劳委会的统计 这一年有六成的退休劳工 都是选择按月来领劳保退休金 而最高的金额是每个月领4800多元 这比起很多上班族他们的薪水 还要来得多 劳保年金开办满一周年 而且活越久领越多 劳委会表示 劳保年金开办第一年 有超过六成的退休劳工 都选择按月领 另外为了帮劳工过好年 劳委会周三也正式公告 提供200亿的劳工纾困贷款 利率的部分 是第一年来最低的 是1.38%是最低的 那欢迎劳工朋友 那么在年节过关的时候 那么有些经济上的困难的 都可以来申请我们劳保的纾困贷款 有需要的劳工 可以到全国各地土地银行申请 从明年1月4号到22号为止 每个人最高可以贷款10万元 只要是生活有困难 参加劳保满15年 没有基欠保费 没有申请纾困贷款过就可以申请 而且农历年前就会入账 记者薰资陈伯玉台北报道 行政院日前着手规划的 平价住宅有着落了 政府将会选定机场捷运 A7站周边的土地 来进行区段征收 初步规划要新建4000户平价住宅 每平的售价会控制在15万元以内 希望能够调节北部都会区 高房价的住宅供给 这一片位在林口锦陵机场捷运站的空地 就是行政院选定将要新建平价住宅的预定地 尽管临近工业区 周边多半是工地没有商店 但锦陵机场捷运A7出入口 未来从这里搭捷运到台北车站 月25分钟 而且住宅的售价定在每平10到15万元间 目标锁定都会区买不起房子的年轻族群 生活机能应该那么远应该不是很方便吧 如果说家用便利的话 那房价又够便宜的话 我们负担得起的话 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年轻族群各有考量 不过行政院已经计划 最快在民国103年完成征收到新建 所有工作和机场捷运可以同步落成 第一波预计推出4000户 尽管市场反应还不明朗 不过房众业者认为 大量平价住宅一口戏市出 不见得可以调节都会区的高房价 离开市中心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做一个比较大量的供给 会不会真的是去影响到市中心的价格 我想这个可见 应该说能见度可能还不是那么的高 对于这个领口本身 已经是属于相对在 比方说一平10万块左右的房子 那到时候会不会有这个 所谓的排挤效应 我觉得还是要看 业者认为 尽管平价住宅有一定吸引力 但过去政府新建国宅 除了在台北市反应热烈 外县市都滞销 因此政府要在领口释出大量平价住宅 还要有更多的周边规划 才能符合民众需求 记者需要留汉林台报道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王小叔 今天来学跟接待有关的手语 请坐一下 他马上就回来 手语的结构是 请坐 他马上来 坐 左手横放当椅子 右手当脚坐下去 客人来时别忘了招呼人家 请坐 请坐一下 他马上就回来 请坐一下 他马上就回来